嗨,我是宝可夢,今天大家都好嗎? 我們今天的主題要來延續上一支影片 就是來聊聊這個樂退指數不及格 這是年輕人的悲哀嗎?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呢 其實你如果有看上一集的節目 你就會知道我們討論到的就是 到底我們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去面對退休這件事情 包括我們可能要面對的是500萬1000萬這麼龐大的數字 我們連就是糊口飯吃都不太夠了 那怎麼可能還可以有辦法去存到這筆錢 所以我的財富自由的這個所謂的講座呢 也是要跟大家就是釐清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可能 然後我們在7月底8月初的時候都會各有一堂 到時候呢也歡迎大家就是一起來現場 然後就是跟我們一起暢談來理解一下 討論一下到底怎樣才能夠財富自由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呢要繼續的往下討論 就是我們第三跟第四個部分 這也是記者朋友非常有興趣想要問我的這個問題 就是第三個是靠信用卡真的可以理財嗎? 那第四個是對於退休或是老後的規劃 有沒有什麼安排? 我覺得他們會問我的這個問題 其實相當程度也是你的問題 你有沒有去思考過你為什麼要使用這麼多信用卡? 你為什麼會就是 你真的有想過你退休的時候你想要做什麼事情嗎? 就是你現在這麼辛苦的工作 你為的是當你以後不用工作的時候 你想像中的未來是想要做怎樣的事情嗎? 難道就只是單純的去當交通指揮警察的阿伯嗎? 像我們每天上下班騎機車都有好多就是 感覺上是不用工作的老阿伯 然後在那個路上協助指揮交通 這就是他們想要的退休生活嗎? 我真的很好奇喔 那我因為他們都寫義交嘛 所以我不太確定他們是不是真的就是都不拿錢啦 我也不曉得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會想要在我退休的時候去做這一事情 我可能會願意捐錢給很多的公益機關 但是我會更樂意去做我覺得開心的事情 比如說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在持續的分享我的一些理財的觀念 最新的市場資訊給大家 這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會再稍後跟大家聊到這個部分 很好奇喔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靠信用卡真的是可以理財嗎? 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很多很多的記者或者是節目主持人 他們都會問我說 寶可夢你有500張信用卡 Hello 你有辦法做這麼多管理嗎? Hello 你的年費怎麼辦? Hello 你有好多好多的問題 怎麼跟銀行溝通? 接下來賬單的問題怎麼繳費什麼的? 大家都有好多Hello的問題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真是太有事了 那我覺得呢 信用卡對我而言的話 因為它是我很開心使用的東西 這是一個興趣 所以我可以不論有沒有收錢 無償分享 覺得卡面好 覺得好的優惠我就直接分享了 也不管到底有沒有賺錢 是不是有收業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我做了會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去做 所以信用卡這東西對我來說 遠遠不是只是能夠讓我省錢這個工具 但如果我們回到一個信用卡的基本功能來講 它有沒有可以辦法讓我理財? 當然可以啊 比如說你可不可以刷卡 入金 然後去做投資? 可以 這就是理財的一種吧 所以你看 我教大家怎麼使用eToro 然後來進行這個刷卡入金 然後來賺回饋的部分 這部分其實我在很多的影片裡面都有講過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資訊欄 我會把它付出上去 所以你們就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到底信用卡是可以幫你省錢的嗎? 或者甚至可以幫你投資 這在之前很多的這個影片裡面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對 那省錢這件事情一定是可以的 比如說 你用接口支付聯名卡 然後你在接口的APP裡面繳水電費 是不是可以拿到8%回饋? 這部分的話就是說你可以拿到信用卡給你的紅利點數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是你可以去運用的 那當然在這個優惠的部分的話呢 它不見得就是會一直持續延續嘛 也許它就是走半年 半年之後就再看情況 那其實也有很多的這個所謂的信用卡 它有針對這個接口或者是LinePay的部分有給好多的高回饋 比如說像永鋒必備卡 甚至是這個台新的GoGo卡 他們都有針對這兩個平台有給了很高的加碼 如果你願意去嘗試的話 也許你真的把它綁上這張卡片來交水電費 還說不定真的有回饋呢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就是大家可以去多多嘗試 銀行設計了一個準則 但是你也可以試著去做不同的交易來做測試 也許哪天讓你測到了你就可以省更多錢 也不一定啊 但是這個東西通常 他們也許有可能會用程式來把它防堵起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你問我 我會告訴你官方的說法就是 這個是不認列的 但是如果他不小心沒有設定好 讓你有回饋 那你也是賺到啦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你要靠自己去實測這樣子 所以靠信用卡真的可以理財嗎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靠信用卡省下來的錢 等於是你不用繳出去的嘛 那這個錢的部分你就可以把它投資到市場上面去 讓它產生6到7%的負利 那麼這些錢其實在10年或是20年之後 它會以double的形式回饋到你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絕對是可以做的 然後你也不要覺得這件事情好像很微小 每個月可以省下一兩百塊而已 那都不想去做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每個月省下兩百塊一年就兩千四 那你五年下來的話就是七八千 所以這絕對是一筆大錢 但絕對不會是小錢 所以所有的財富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積少成多聚殺成塔 所以你們一定要了解這樣子的規則 這樣子的概念 那麼你就可以好好的來運用信用卡這個工具 然後來融會貫通 然後來靠它來理財 這是有可能的 包括我在我的書裡面好不好 在後面這邊這麼多寶可夢的書 每次影片後面就有這個 你就知道了 這本書其實它真的是可以幫助你的 如果你還沒有就是入手這本書的話 請你趕快去買一本 支持一下寶可夢 哈哈哈哈 好來 這就是靠信用卡也能出書 這也是蠻厲害的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四個問題 對於退休跟老後規劃有安排嗎 因為記者他預設的問題很有趣 這個記者預設的這個問題呢 他是問我說 如果你50歲或60歲當你要退休的時候 你打算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直接回他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退休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持續的寫文章 持續的分享市場上最新的金融資訊給大家 拍影片跟大家分享我的所見所得 幫助大家一起走向財富自由 一起就是開開心心的過自己想做的事情 甚至以後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出國去玩 環遊世界不是夢想 靠點數靠我們省下來的錢 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很相信 我也很相信有一個這樣子的未來 就是在將來武漢肺炎疫情淡去之後 我可以帶我一群死中的粉絲 大家一起出國去玩 我覺得這也是很開心的事情啊 但是你們要財富自由 我也才能夠就是帶你們一起出發 如果你們永遠都陷在財路的尼繞裡面 只有我好你們不好 這樣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每天 都要持續的發布影片 每天都要持續的寫文章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希望能夠改變大家 好改變大家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先改變我自己了 好我創造出了我的習慣 就是每天要持續的分享東西 能夠慢慢的去改變大家 然後讓大家一起去理解理財 甚至去開始去投資理財之後呢 去你才能夠這個真正的邁向財富自由 踏出第一步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當記者問我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的回答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不用等到退休 我現在就在做了 好當我真正的退休之後 我還是在做我喜歡的事情 這件事情不分快樂不分痛苦 就是我喜愛的 好所以這個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當你真的真的很想要退休的時候 你要去想想你如果退休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想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到現在對這件事情都還沒有任何的想法 我也非常的建議你可以開始去思考 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好絕對不是我們上高中上大學 老師叫我們說哪一個科目 讀這個科目出來 就是這個行業可以讓你賺最多錢 然後你去做這件事情 但這不是你愛的 好所以我覺得人生在世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去找到你自己的使命 你做這件事情會讓你覺得快樂的 那麼你就不應該為了金錢而去捨棄你的興趣 而是要朝著你的目標去發展 縱使他不賺錢 將來有一天他會以這個複利的模式去回報到你身上 就好像八年前九年前我開始寫部落格的時候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可以靠這個賺錢 但是現在的我可以 好三年前我在經營粉絲業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過我可以成為全台灣最大的信用卡部落格 但是三年的努力我做到了 好所以這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啊 三年前你都還不認識我的時候 我還是無名小組 但現在我可能已經是蠻有影響力的人 好所以我可以做到 我相信我也可以鼓勵你們 讓你們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不論是在經營社群 或者是你在追求你的夢想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有什麼事情是你可以從我身上去學到 並且用在你身上 好所以這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這個心得 也拜託你們就是真的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於你自己的退休或是老後規劃 真的要開始去思考了 好就算你真的要等到五十歲還六十歲才退休 那也麻煩你現在開始去思考一下 難道你每天就是在家裡面就是這樣子乾做嗎 好或者是每天就是看電視然後睡覺這樣子嗎 好這樣子的生活也許也是不太健康啦 好所以你想要發懶的日子也許一天兩天 一個週末可以 但是如果讓你天天做這件事情 你到最後你一定會閒發歡 所以一定要去找到你一個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這些事情也許比你現在工作賺錢還要重要 因為這是你的後半生要去追尋的目標 所以這部分後來講到後來其實都變得蠻抽象 或者是蠻個人意志的這一塊 這塊可能跟理財就沒有多大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你的個人意志是會去左右你的行為 甚至會對你的未來產生改變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所以我還雖然說他很尖色他很抽象 但我還是要跟你講 當你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之後 你要去做存錢你要去做投資 你要努力的去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會簡單許多 所以你一定要踏出你的第一步 不要永遠都是在想永遠都是在做規劃 但是從來不踏出第一步 這樣只是不可能會有成果的 好不好想到了就去做 做不好我們再來修改 這都是有可能的 包括我們在做這個所謂的退休規劃部分也是一樣 越早存錢的確是越早開始 那你就比別人還要有更高的這個機率 去真的達到財富自由 所以呢這個部分呢就是記者他問我的問題 他問我的四個問題呢 我直接今天用兩支影片 就昨天一支今天一支 來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分享 也希望這兩支聽起來 比較不像是信用卡A好康 而是講理財規劃的這個單元呢 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不指望有多少能夠就是認真的把這影片看完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完了 那我恭喜你因為你一定會有所收穫 當你把這個疑問帶回去 晚上睡覺的時候思考一下 你將來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存多少錢 那麼這個小小的種子呢 就在你的心裡面種下去了 將來它就有可能會萌芽 然後改變你的人生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趕快來訂閱一下 然後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最好的消息就會放送到你的email 然後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 也非常歡迎你公開的按讚留言 分享這支影片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這個退休的真正奧義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